大家好 我是阿龙 今天我们终于要回国了 然后大使馆通知我们的包机的时间 是今天晚上7点钟 从德黑兰机场飞往长沙的 我现在已经坐上了去往机场的地址了 这是我在伊朗的第52天 虽然心里有些不舍 但是疫情大爆发的今天 待在这里显然是不安全的 但是伊朗这个国家仍然值得再来 伊朗的人民热情好客 这里的文化悠久灿烂 Thank you so much 穿着蓝色防护服的人 就是要在旅客进去之前 做体温登记 体温测量 通过了健康检查 才能进入到里面的直击柜台 所以在机场这边 检查还是比较严格的 你们都是温度高的呆在旁边是吧 没有啊 30-45 好 谢谢 为了避免乘客在机舱发生交叉感染 所以他们整个飞行的过程是不会进行客舱服务的 我们是只能在登机口这里吃东西 然后再上飞机 百度车也是尽量的少搭载一些乘客 避免乘客之间发生交叉感染 不要靠的太近 所有的行李放在右手边 登机的时候是从尾部登机 你看工作人员衣服上写的接你回家 接你回家 中国加油 登机比较慢 程序上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感染者 所以现在还不能随便的登机 要确保安全了才能登机 来49 接登一盒 接在你左手上不要接掉 好的谢谢 每个人拿了一个编号 49号 拿了编号才可以登机 你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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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戴的是什么眼镜 潜水眼镜吗 潜水眼镜 哪里有的买 我自己店里的 请问是消毒 好 好的 发了一个口罩 可以啊 好 谢谢 现在终于可以登机了 你看这里有好多人 好多人都在等着登机 因为程序比较多 所以就时间上比较耗的长一点 现在已经登机了 登机的人还不多 因为很多人大多数都是在排队 然后我们这个座位啊 看得到 座位是隔着坐的 在整个回程的过程中 他们是要测三次体温 每个人都会测三次 以确保呢 没有人有任何的症状 如果发现呢 会尽早的采取一些处施 饮料 我们横门中只有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我们是正正的把你们接到回国 回家 有问题可以举手告诉我 我会全力帮你们解决 死定了 好 rupees 好吧 lvania 两个人已经因为体温过高 这被去其他的地方、位置坐了 首先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以及医疗人员 欢迎大家回到祖国 欢迎回家 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你们辛苦了 如果到时候全天机我们要投测 大家要夹好 一定要夹紧 现在准备下机了 因为我在前面测体温测的比较快 所以可以先下机 我没想到机窗外还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把我吓了一跳 大家准备还自己的复带 准备还自己的复带放到手上 你们这些要收吗 你去手上 你坐17 17 这里是吧 你坐 一下飞机就接到酒店去了 现在正在去酒店 我的动作很迅速 推出发了 我家是住广东 对 辛苦你们了 辛苦 你好 您叫什么名字 刘威龙 李威龙 刘威龙 刘威龙 给您两个体温 体温86度1 然后给您消毒一下双手 您也行的通运吗 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行李的登记 然后那边可以去房卡上去 好 谢谢 您的行李六个小时之后 回收到您的房间轮口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辛苦辛苦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会慢一点 稍等 稍等 爹地拿给你再过来 欢迎您回家 辛苦你们 好的 谢谢 终于回到酒店 感觉在飞机上没有睡好 因为前排的乘客小朋友一直在哭 所以现在头都晕晕的 回到酒店 回到房间 好好睡一觉再说 整个过程十分的 十分的谨慎严谨 这边的工作人员好多 辛苦他们了 太大增长了 把我都有点 吓到了 我这个 全都 拿这个薄膜贴起来了 哇 这个地上都贴了膜 墙上贴了膜 背了两箱水 给这个隔离期十四天 背了两箱水 背了两卷纸巾 每日给您提供三张工作人员 会准时送到房间门口 还有个体温剑 做的太细致了 然后厕所里边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消毒片 还准备了洗衣液 洗发水 沐浴露 两条毛巾 牙刷牙膏都准备好了 天呐这工作也太细致了 我回到来没想到 这边的安排会安排到如此细致 大到飞机 大到机场的一个运输 小到这些毛巾牙刷 消毒粉 还有这些水 这些细节都安排得很好 真的是太感谢长沙这边的工作人员了 还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还有飞机上的工作人员 还有长沙机场的工作人员 真的是太感谢他们了 他们把一切工作都做得十分的细致 十分的好 让我们这些从疫区回来的人 能够真的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因为我们全程从上了南行的飞机到这里 看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回家 我现在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了 本来打算睡觉的 但是不停的有工作人员 还送来的午餐早餐 然后最重要的是做了取样 就是检测我是否有新冠 就是那个试剂 检测试剂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细致到什么样 就是把我们的餐食分为清蒸餐 还是非清蒸的 他可以点清蒸餐 然后看一看我的午餐是什么样子的 这午餐很好 有这个炸鱼片 炸鱼片 然后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土豆焖牛肉 肥牛 然后有香蕉苹果 有人敲门 估计行李已经到了 果然 在每个房间前面都有个台子 就是放那个饭 然后行李 还有各种物品的 放在这里敲一下门 他们就走了 还是很感谢他们工作人员 就是做的一切一切工作 真的是很感激 很感激他们 好了好了我先吃饭了 我为你流泪 我为你流泪 谁为你自豪 希望你把我记住 你流浪的孩子 无论在哪里 我都想念自己的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